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八雅剧 游喜 一掌灭杀三人 而且是来自无想天的人 老板娘却仿佛没事人一样 一副衣袖扭头望向虚空谋处 冷冷道 这戏好看吗 那虚空中一道连衣荡果 一个金甲将军悠然现身 头戴鹰盔 幽玄常见 若是杨开在此 并能认出这金甲将军 是镇守虚空渡口的那位金甲上将 乃是无品开天的修为 比起坐镇兴士的大都督 叶天雄也只差一心 金甲将军微微皱眉 何必呢 出手教训他们一下也就算了 这杀了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老板娘协言望他 杀了又如何 本宫不但要杀他们 我现在就想把叶天雄也给杀了 金甲将军听得无语 一个火鸡罢了 他虽在镇守虚空渡口 但不代表对兴事中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再加上前两日老板娘杀气腾腾地从渡口离去 随便打探一下也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是我第一站的火鸡 老板娘哼道 金甲将军不住地焊手 是是是 是你第一站的火鸡 你第一站的火鸡都比别人的火鸡精贵一些 悠悠一叹 毕竟是无想听啊 言下之意 随便教训一下就完了 干嘛直接把人杀了 你现在就传信告诉海平乐 我看他敢不敢来找我报仇 金甲将军深深地凝视老板娘叹道 折负了一千两百年 你又要再闹了吗 这一次可不一定有那么好的运气 老板娘瞥了他一眼 衣袖衣服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言罢 身形一晃 朝虚空渡口持续 金甲将军凝视着他的背影 缓缓摇头 这么一个女子 比起许多男人来都要锋芒毕露 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得善终 老板娘的归来并没有引起太多波澜 杨开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只知道某一天忽然间他出现在大堂中 热情招呼店里的客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 过得平淡无奇 杨开整日里除了在店里帮忙之外 便是炼花那预缩了 不时地去打探一下世界术和土形开天之财的消息 可惜都没有收获 风云拍卖行他也去过好多次 虽说老板娘之前 因为他和老白的事 在风云拍卖行大闹过一场 但他有七面傍身 随便换个面貌就能安然进入 拍卖行里也找不到半点 关于世界术的消息 土形材料倒是有 不过都是无品之下 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无论是不老树凝聚的木形之力 又或者是金屋真火凝聚的火形之力 皆是最顶尖的力量 杨开不想辜负这么好的基础 所以选择凝聚土形之力的要求也很高 最起码也要是七品 否则日后的成就也有限 然而高品质的土形之力 哪那么容易找得到 上次的金屋真火只是一个巧合 再想有这样的机缘 根本不现实 这让杨开有些着急 不成就开天 在这乾坤之外 终究实力太弱 像上次被海公子身边的 两个三品开天为难 都没办法反抗 有心去问问老板娘 却又不好意思 更何况真要是问了 势必会暴露出一些秘密 老板娘对自己虽然极好 但两个人的关系 还没到分享秘密的程度 杨开不禁有些头疼 这一日 正在大堂中忙碌的杨开 忽听老板娘传音召唤 跟罗海姨打了声招呼 让她多看着点 便静止朝内院行去 挑门而入 杨开惊气地发现 老白居然也在 而且此时此刻 老白居然一脸兴奋的表情 眼睛里冒着豪光 双拳紧握 杨开抱拳见过老板娘 扭头看着老白 你这满面红光 印堂发亮 是有血了吗 老白黑黑一笑 确实有血 天大的喜事 杨开眨眨眼不解道 什么喜事 老白傲然一笑 我要晋升开天了 杨开神色一正 当真 这对任何一个 孜孜不见追求无道的人来说 都是天大的喜事 在这乾坤之外 开天境就是一道分水里 开天之上和开天之下 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追寻五道一生 一入开天 鱼龙变 恍然记起 之前在风云拍卖行中 曾见老白出手 那五行之力 萦绕鱼身 明显是半步开天 如今看来 老白距离开天境 只差一向而已 恐怕早已凝聚了六种力量 只差最后一步 便功德圆满 恭喜恭喜 杨开抱拳道贺 真心为他感到高兴 也有些羡慕 老白这算是功成名就了 自己不止猴年马月 才能成就开天 老白哈哈大笑 意气风发 一巴掌拍在杨开的肩膀上 以后咱俩俩再出门 看那云真话之流 还敢不敢为难我们 杨开听得眉头一扬 尿成就几品 听他话里的意思 压根儿没把云真话 放在眼中 那云真话可是四品开天 老白有底气说这话 显然是四品之胜 老白刺着牙 举起一个巴掌 五撇 杨开了然 老板娘在一旁哼道 八四还没一撇的事 大话说得这么慢 不怕到时候说不了场吗 老白顿时苦着脸道 老板娘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 我这一千年可是稳扎稳打 应该出不了什么岔子 老板娘正色道 五道一图 任何疏忽大义 都可能功亏一篑 你说还是以这种心态 去面临今生 还是再多等百年吧 老白神色一速 功身道 老板娘教训的事 小得谨记在心 届时顶全力以赴 尽人事听天命 老板娘深深地瞧了他一眼 语气柔和了不少 你是我一手教导出来的 每一步基础都打得很扎实 到时候只要你能平稳心态 晋升应该没多大问题 是 老白光静道 去准备一下吧 三日后出发 老板娘挥了挥手 老白应了一声 恭声告退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杨开一脸羡慕 呼听老板娘道 你也准备一下 三日后一起动身 我 杨开愕然 紧接着明白了 老板娘的用心 一个舞者 晋升开天的场面 何其难得 寻常人 根本难得一见 老板娘 这是要带自己 去观摩呀 若有此份经历 日后自己 再晋升开天的话 绝对能 事半功倍 大喜过望 黑黑一笑道 谢谢老板娘 老板娘大恩大德 卑职莫尺难忘 来日 定当节草 闲还以报 羞翠滑蛇 快滚 老板娘哼了哼 一挥一袖 将杨开扫地出门 三日时间 一晃而过 清晨 第一站门外 老板娘 叮嘱帐房厨子等人 照看好客栈 领着杨开与老白 直冲天外 过了虚空渡口 寄出那楼船 直往虚空某处池去 比起三日前的 兴奋和激动 老白此刻的心境 明显地平复了下来 比起以往 任何时候 都要淡然 老板娘一礼于甲板 靠在船行边 望着虚空中 那美轮美奂的景色 杨开与老白 就立于他身后 一行三人 一路向前 一直飞了 大半日功夫 也不见楼船 有停下来的意思 杨开不由好奇道 老板娘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老板娘秀发飞扬 头也不回地说道 却学那最后一份 开天之财 杨开赫然 最后一份开天之财 还没入手吗 之前见老白那么兴奋 还以为材料已经凑齐 原来竟是还要去寻找 老白道 无品杨煞数量稀少 一旦面试 就会有无数人疯强 也是咱们第一站 消息灵通 有底下人打探到 在那金红玉 有无品杨煞出事 要不然 咱们跑这么远干嘛 杨开了然 本以为飞这么远 是找个无人的好地方 让老白安心静生 原来还有这样一层原因 而且听老白话里的意思 他所缺少的 应该是杨属性的力量 不由皱眉道 若是如此的话 许不是还有一场争夺 老白咧嘴一笑 那地方隐蔽得很 一般人难以寻觅 应该不至于被旁人发现 此番过去 只需要吸收了就成 杨开点点头 老板娘忽然问道 你想成就极品开天 杨开随口道 当然是越高越好 老板娘道 大家都知道越高越好 但人力有时穷 每个人承受的极限也不同 并非吸收的力量品质越高 日后能成就的品贴就越高 凡事还是得量力而行 我记住了 老白瞧了杨开一眼 话说回来 你到底吸收过几品的材料 如今又凝聚了哪几种力量 杨开不禁语色 若是几个月之前 他肯定随便回了 但道德如今 实在是不想欺骗老板娘他们 可这事又不好明说 若是告诉他们 自己凝聚的是八品 乃至九品的开天之财 他们恐怕也不会相信 点他沉默 老板娘悠悠地转头 看了看他 轻笑道 不想说就不说 谁还没点秘密 谢老板娘体谅 老白表情怪异地 瞧了他一阵 低声道 若是可以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 告诉老板娘 有老板娘帮你规划 日后成就物品开天 不是难事 我告诉你 不但是我 厨子账房他们日后 也都是要成就物品开天的 唯有成就物品 才有机会问顶上品开天 在这乾坤之外 不入上品 终究是差了一些 一个物者净身开天之后 并非彻底定型 服用开天单 还有机会将自身的品阶 提升一两品 示意老白才有这番话 我知道的 杨开笑了笑 见他似乎真的不想透露什么 老白也不勉强他 与老板娘告罪一声 会船舱调整新进去了 一路急迟 时不时地放弃楼船 催动乾坤盾法 借助乾坤殿中转 直到十日之后 一行三人才抵达那金鸿玉 金鸿玉中有一座金鸿州 所以灵州命名 却是货真价实的二等势力 有数位中品开天坐镇 而金鸿玉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 到了这金鸿玉 老板娘便取出了一块罗盘模样的东西 不时地查探一二 然后改变方向 那罗盘一样的东西 显然是指引那杨煞所在 又过的三日 那虚空之中忽然一团白色的雾气 那雾气飘渺无影 若有若无 若不仔细查探的话 极有可能忽略过去 见到那雾气 老板娘神色一正 骄鹤道 到了 老白立刻抬眼 朝那边望去 纵然有所克制 也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 没办法 他等着一刻足足一百多年 相比较五行之力来说 阴煞阳煞这种东西 更加稀少难得 任何一份阴煞 或者是阳煞 论价值 几乎是等品质五行之力的 数倍以上 而且有价无事 第一站也算是不俗的势力 可这么多年来 依然没法会老白 寻得一份合适的阳煞之力 可见这阳煞之力 是多么的稀少 这一次若非机缘巧合 只怕还要等更久 楼船极齿如定 很快便来到了那白色雾气面前 到了这里 阳开发现 这压根不是什么雾气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近看了像是一团棉花 可内里却清楚地跌宕出 空间波动的气息 阳开恍然大悟 这像雾气又像棉花一样的东西 赫然是一处秘境的入口 真正的阳煞根本不在外面 怪不得老白说 这地方隐蔽至极 一般人寻觅不到 之前他还在想 若真有无品阳煞出事 又怎么可能不会被人探索到 毕竟这等珍惜的好东西 足以让许多人争得头破血流 如今看来倒是自己想差了 站在那雾气面前 老板娘只是略以打量 便双手翻飞结印 玄机一直点出 那白色雾气如得号令 左右分开 露出一条通道来 走 老板娘娇和一声 催动力量 裹着杨开和老白闪身而入 带三人消失后 那通道又栩栩合拢 眼前事业一花 等杨开再回过神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来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 没来得及 打量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杨开却清楚地感受到 此地充斥着 极其浓郁的杨属性力量 索阳帝 老板娘带没一阳 显得意外至极 怪不得能诞生五品阳煞 原来是索阳帝 这地方不得了 杨开不解道 老板娘 什么是索阳帝 老板娘道 索阳帝是一处 极为特别的地方 这个地方阳气不会外泄 只会越聚越浓 所以很容易生出阳煞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煞的品阶 也会越来越高 纵然是这一次取走 等再过个掐八百年的 又会有新的杨煞诞生出来 可以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这三千世界 索阳帝不是没有 不过都掌控在几个大势力手上 生出来的杨煞 要么供自家弟子使用 要么拿来与别的势力 交换其他物资 老板也振奋道 老板娘 咱们这下是发了呀 若是能将此处掌控在手上 日后哪还需要担心杨煞之类的来源 老板娘汉手道 回头我再仔细查探一番吧 若是此处真有价值的话 也可以想办法掌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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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好 好 好